Hello 这个章节是讲天才儿童 怎样可以练成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笔记道 诚意 推荐给所有笔粉 所有的喜欢笔记道的 都要看这个系列 多谢大家 这个是讲1968年 心理学家 一个心理测验教授 朱利安史丹利 朱利安史丹利 考育了一名年仅12岁的天才少年 叫做贝茨 Joseph Bates 贝茨当时正在美国纽约 福普斯金大学 学习计数基科学 12岁 但贝茨感到百无了賴 因为学校的课程 根本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他的智商已经远远超越 同龄的人 12岁 一家大学 那家大学 还是美国出名 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的大学 叫美国 做了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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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否值得 这些研究很难做 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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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造什么 成功 天才 这些研究 这些研究 都是我说过 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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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我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 如果 如果 你是家长 你的小同天之充运 一定要培养他们的 认知能力 并让他们 保持快乐心态 所以我稍后就说 什么叫做 认知科学 教育家 教育学家 是这样说的 这样的做法 会导致他们 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 和感情的问题 千万不要 因美追求 要求 孩子 变成天才 不是天才 就不要硬来 拔苗助长也没用的 千万不要像香港 拔尖保底 有时候要放纵 对 拔尖保底 休息一下 怎样才能使 儿童聪明 发挥到极致成为神童 以下专家级家长 几点建议 值钱 尽量让儿童有多种体验 聪明的孩子 往往在不断的生期刺激 需要不同的生期刺激 因此 增加他们人生经历 将会有助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 以便他们对未来的世界 是啊 面对未来的世界 心理学家说 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虽然可以让他们 嫁轻受熟 但是尝试不同的东西 是可以激发他们的勇气 漫画 英龙 说 倒子成龙 英国十一岁的神童 绘画作品价值四十万英镑 研究指出 聪明程度比拼 猫咪和爱犬奇古相当 中国孕妇在九月前 否复生产 英国却完全唱反调 培养孩子的才能和兴趣 无论是学习一项新的体育运动 幻视乐器幻视器的科 关键是尽早让孩子探索他们的天分 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发展对应的挫折技能 但千万不要逼他们 还要支持孩子的努力 智力和情感需求 这些都要支持 当然要支持 有时的东西欲蓄不但 九个月未够 你去开肚生 那又怎样 不足月 你用什么急 不如马上 有时的东西欲蓄不但 好 下一次回来继续讲 点赞 多点支持 不羁头